就是希望我們Angels可以在啦啦隊更上一層樓 希望讓大家知道 一提到啦啦隊就說 喔 富邦的誰誰誰 富邦的什麼什麼什麼 對 就是不要再永遠都只有 來跟大家宣傳一下呢 我們富邦Angels成立了7年 那第一次開我們的首場演唱會 耶 對 那我們呢 1月18號 19號會在新莊的紅會廣場 我們現在呢 都是可以上網去幫我們購票的 那非常的開心的是呢 就是我們的12萬包廂兩天都已經賣掉了 那還有我們就是最貴的那個搖滾區的部分 也是已經銷售一空了 還有其他的後面的位置是在 再麻煩大家幫我們購票 我們這一次呢 準備非常非常多的表演 然後是 平常比較沒有辦法看到我們的那些樣子 對 那我要跟大家偷偷講個小秘密 就是我這次的尺度 是我有史以來最大的 尺度 有穿衣服嗎 有穿 不能 不能沒穿衣服 但是就是我會建議 就是盡量你滿18歲再來看 我相信這個直播一出去 應該票房應該會 馬上搶公 馬上衝脹進去 好 那您先來講一下好了 當初為什麼會加入到啦啦隊 當初的話是因為我的好朋友 傑米跟星星 他們是第一代的啦啦隊 然後他們就有邀請我去 要不要一起去徵選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好像沒什麼概念 然後我就說 那不然你們先去 我先看你們怎麼樣 那我如果覺得 欸 你還不錯 那我再 對 所以就是第二年的時候 又徵選的時候 他們就說 他們就好像滿不錯的 還滿好玩的 所以我就也去徵選了 要帶動跳嗎 有跳的部分嗎 好 好 上跳歌手 哇 直接起來了 誰 紅紅紅紅 不對 黃蜂蜂蜂 黃蜂蜂蜂蜂 一步在金蜂蜂蜂蜂 不分寒漢蜂蜂蜂蜂蜜 你準備接招 金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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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我希望有180公分 你几 куда 我168 所以當然要一個高一點的人 對 盡量180 然後 我喜歡幽默感的人 因為我自己也是蠻偏搞笑那一型 所以我希望就是我在晚的時候 你可以跟我一起玩 然後 我喜歡粗曠型的 我不喜歡花美 有人說館長 那瘋哥可以嗎 瘋哥 人說瘋哥 曾經瘋 對啊 跟館長選一個 館長好了 贏在哪裡 就他好像看起來又更MAN的感覺 那另外還有就是 中職前五帥 中職前五帥 我跟女孩們有時候無聊的討論過 就已經有聊過這個話了 我已經討論過 我跟你講前五名 馬上就列出來了 承結線 這前五名還是有 是可能承結線 然後安可 陳承威 在可能你們家的哲軒 也是外野三帥的 杜智杰 對對對 衛璇沒有 衛璇 王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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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那 王偉忠哥 偉忠哥 就是那個威柱的事情 因為就是 覺得就是 他們 就都冠軍了啊 怎麼還會換啊這樣 然後好奇 就覺得應該是順順的 然後怎麼換的這樣 對不對 所以就是買 哎 哎 說話 我沒受音樂 新的一年啦 我們也要請這個 單位都來講一下 檸檬先開始 最開心的就是 最近剛完成了一個 我的藍溝溝終於下來了 我真的申請了七七四十九次 沒有下來 覺得說 蛤 我是不是還不算哪一根蔥 就是還不給我的LOGO 他就提供很多的證明 聽那一些就是藍溝溝的朋友說 放新聞比較好 我連曾祥君的新聞都放了耶 每次都放了耶 而且你知道他有一欄是寫說 大家會怎麼稱呼你 我還寫 真香 對不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展望就是 希望我們Angels呢 可以在啦啦隊呢 更上一層樓 希望讓大家知道 一提到啦啦隊就說 喔 富邦的誰誰誰誰 富邦的什麼什麼什麼 對 就是不要再 永遠都只有 呃 哎哎哎哎哎 好跟你講 XX 交換禮物是台灣獨有的嗎 是嗎 好像聽說國外好像是沒有的 香港的粉絲也說沒有交換禮物 而且好像也沒有 而且還會有什麼好禮物壞禮物 我很常覺得我準備的好禮物 大家都覺得是壞禮物 我想出來你幫我評評 好好好 我聽聽看 我聽聽看 我在大學的時候 後有一年我送了一盒 黑橋牌香腸 那生的喔 生的啊 回家自己煎啊 不然 我是不是還不送 我可以 你可以吧 所以說更狠的是 他把我送的交換禮物 他去跟粉絲交換 過不過分 我原本就有先說 我會準備三個禮物 然後我會準備兩個好的 跟一個壞的 然後呢就是這樣抽抽抽抽 然後他就抽到我的隨便帳單 那到底是 粉絲發現什麼 粉絲發現我的那個帳單還過世 還說你們趕快 你趕快就給我繳 不然我會停水 去年然後是真的 是有好禮物跟壞禮物的規則 然後我壞禮物一樣 我拿那個停車費贈 那你的好禮物是真的很好嗎 唱一下 那你要唱跳嗎 你要唱跳吧 沒有 你跳 又我跳 好 我就教你們小佩服 好 你們教我們動作 財源滾滾來 財源滾來 拍手 就這樣 5 6 7 8 狂紅夢光一波波在其藍色狂愁 旁邊 富邦的漢江展覽出擊 你準備揭曉 影劍要藍色旋風來襲 獨立風騷 Now I'm Star Guardians And Let's Fight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洋洋 看完影片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記得幫我點一下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 我們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了